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結算日,內地減息,疫情差,橫看美股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指跌了309點,收報23175點 今日港股偏遠,最主要原因是 上星期五,美股道指跌了4% 大家看看道指這幅走勢圖 跌了4%,即915點,收報21636點 道指那天跌完之後 其實連續四個星期五都是跌的 搞到港股有機會出現連續第四個星期的週一恐慌 不過這樣,今日港股好在沒有恐慌性拋售 因為對上三個星期一都是跌了接近一千點 最多星期一是跌一千一百零九點 今天叫做好了,跌少一點,跌三百點 下午的時候曾經一度倒升 為什麼呢? 其中一個原因,可以說是結算日 結算日可能有人托住 第二個原因,內地減息 減了什麼息呢? 減了逆回購利率,減了多少? 是零點二利 七天期的逆回購利率,減了零點二利息 最主要是內地的解釋 想引渡一些資金 流向實體經濟也好,什麼都好 總之今天做了五百億元 七天期正回購,逆回購 正投放了五百億元人民幣,利率就減低了 這個是好的笑頭 即是說終於肯放下減息了 因為內地其實今次疫情之後 外圍很多地方都把息已經減到 不是零,都接近零了 但是內地現在的息還是比較高 今次終於肯引渡,減下來 今次是2015年6月以來 最大的單次降幅 雖然今次減完之後 利率仍然有2.2里 2.2里現在很高息 因為大家都知道 美國的利率 一個月到三個月的利率都負數 現在一個月到三個月的債息是負數 聯邦基金地率的隔夜息是零 但實際的市場 那些錢都湧去money market 拒掉貨幣市場 搞到那些一到三個月期的票據息全部負數 所以今次它現在減完息 內地減完息之後 還有2.2里是比較高息的 還有空間減 減完息之後 今天上證都還是要跌少少的 不過是一支楊竹 或者十字星 跌0.9% 美股大跌了4% A股跌0.9% 算是跌得少了 現在重要的支持位是2646 2650區 這個區域最低收市 23日最低收市是2660 26多 2650也好 2660也好 2646也好 總之這個區域就比較重要 因為這個區域是之前 2月4日 即是農曆新年之後回來 2月3日 爺爺頂住 大陽足就上了 這個區域最低2685 總之低於2700 就是一個重要的關口 守得住2600 這個2600區 即是說 還是頂住的 還是頂住 即是還有一絲盼望 萬一如果2600區是失守的話 那就要小心了 即是說A股可能真的不頂住 到時可能因為外圍跌得很緊要 外圍很差 那棄手的話 當然對港股不利 如果守得住的話 當然對港股也有些支持 今天港股剛才說的跌得少 是一個本身結算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內地 減了息的因素 好 看一下恆指 恆指今天跌下來 沒有跌穿這個 3月20號高位 是22805 現在仍然都似是高低腳 高低腳 升了上來之後 今天可能是一個後抽 後抽完之後 還有機會上 上到多少 即是一個技術性反彈 紅市反彈 技術性反彈 有什麼名詞 不要緊要 現在看還有短線 還有少許空間 可能會上到去 照量照度 24471點 但不要看得那麼盡 如果上得到24000 樓上 就已經算是不錯了 如果短炒的話 短期的話 看到24000 樓上就差不多了 能夠再上的話 當然好 到那時候就要步步為盈 即是說要小心 隨時那時候 轉回頭的話 就要懂得走避 國企指數類似的情況 今天 有些回吐 大多是羊竹 跌1% 羊竹 仍然可以視乎 高低腳突破頸線之後的 技術性後抽 技術性反彈 上網9962 接近1萬區 又是了 不要看得那麼盡 升穿9900的話 就差不多了 大家到時要小心 甚至950以上都要小心 因為這些位置不一定是到的 恆生指數也是 不一定要到24471 記住 這些是理論可以去到這個位置 現在疫情不知道 但是你說疫情這麼重要 因為技術上高 其實它是什麼呢 超賣得很厲害 很便宜 即是PBook低於1 總之很多因素底下 再加上來地今天有減息之下 其實又不是太大跌 這些是好的兆頭 但是剛才說過 結算日 內地減息 很兆頭 但是 疫情差 還看美股 始終都是要看美股的情況 因為疫情差 美國疫情 大家知道 十幾萬人 特朗普都說到 如果死10萬人 已經算少了 美國CDC的估計 死10至20萬人 一年流感都死幾十萬人 死10至20萬人 其實 如果你對比流感 又真的不是很多 不過這樣 就袋滿了美國 但是美國 你又要想 美國已經推出了什麼 無限量寬 貨幣政策 無限量寬 所有可以補的東西 聯儲屋都會去補 差不多有什麼 垃圾資產 他都可以盡量補 他都補 什麼航空那些 什麼什麼的 債跌到飛起 根本不值錢 他都會去補 好 跟著 財政政策那裏 就花了2.2萬億 2.2萬億 你不要以為他就完 他不夠 他隨時都再加碼 2.2萬億 起碼補美國人 怎樣呢 就是 如果你失業 起碼補你 四個月或以上 還要補得很好 你在那個州那裏 已經有那些失業津貼 每個州不同 但是聯邦政府 不管你哪個州都好 你再有些州只有300元 每個星期300元 美金 但是他再給你600元 美金 一個星期 差不多 你當它平均的州份 就1000元 起碼一個人 一個星期 如果兩夫妻 就2000元 美金 一個星期 這樣的失業補助 尤其是保你四個月 還有什麼呢 還有社會福利那些 有些州是13個星期 有些個別不同 他也都是 起碼去到六個月 那樣 很多福利相關的 是今次在這裏放了出來 還有一些企業那些 它有個五千億的基金 除了特朗普那些聯邦要員 就是選舉出來的要員 不可以申請 或者它直接親術 不可以申請之外 差不多各行各業都可以去申請 總之你說疫情有影響 他申請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借錢 還要是頭一段日子 不用還 那些中小企那些 五百人到一萬人之間 那些借了 頭六月不用還 免息 或者很低息 基本上都是零息 可以說是補到它很多 所以為什麼呢 美股呢 為什麼最近 就是衝上去 疫情這麼差 一個技術性因素 就是沽得很超賣的 另外就是它的財政政策 和貨幣政策都用得很盡 好了 但是現在疫情真的差 所以要看美股的 怎樣的反應 美股道指期貨 今天 日頭的時候 就是港股倒升的時候 它曾經也是倒升過 其實可以說港股跟道指期貨 走都行 總之就是倒升過 那現在呢 就跌少少 跌百多點這樣 低水二百多點這樣 所以這麼大的疫情下 現在 即是星期六日 又說了 又差了很多 是不是 它現在就不是說不跌的 都跌的 不過這樣 就是它很恐慌的情況 我覺得 就是出現了 如果再要很大幅洗倉的跌 就不是這個疫情 可能就再有另外一些新問題了 到時大家再研究 但是疫情是真的差 是短期之內 沒有辦法解決的 因為它不肯封州 就算特朗普 說想要封全國 就是聽Bill Gates說 說要封 但是紐約州的州長 又說不讓他封 他說特朗普沒有這個權力 你想想 就是很複雜的情況 你面對疫情 大家都還要咬來咬去 就只是在這裡找呼吸機 其實最好就是封 封城 封城兩個星期 三個星期 一個月都好 那個疫情就會降低 但是現在還未做 所以可以預計 繼續差 疫情差 但是美股的反應會是怎樣呢 有很多因素 亦都補的因素 所以我就說 疫情差 但是都要橫看美股怎樣 現在來看 技術上 受制於這個 保育加通道中軸 即是爬天線 標普500指數一樣 受制於爬天線 可能都是要尋回少許下來 之後 會不會還有一下反彈呢 值得留意 那個後話 短線來看 是有些調整壓力 好了 再說一句 其實美國歐洲都爆到飛氣 現在在這裡反映著 有些地方 真的 大家都知道它有事 但是數字還很低 但是實際 一爆起上來 又是很嚴重的 在哪裡呢 也都要擔心 那些 例如在哪裡呢 就是印度 現在印度 今天 大概跌3-4%左右 這一刻其實這幅圖 跌得少了 應該跌4% 現在印度其實是很擔心的 非洲也都有些 印度其實人口很多 跟中國差不多人口的數字 13-14億人 一爆起上來的話 又是控制不到的 所以疫症現在都還是很嚴重的 問題是跌得少是 因為各方面都有一些措施去刺激 相反 香港因為受惠於內地 內地的確是 那些情況比較樂觀一些 不要完全受控 都不知道的 都是隨時有機會 就是翻法 所以都不要這麼大聲地說 不過總之 比外面好一點 香港那些股票 就跟內地一樣 所以就好一點 再加上內地 還有這個政策 譬如可以減息 譬如現在說 有傳發一萬億的特別債 讓銀行有些錢可以借出來 救個實體經濟 這樣 所以相對來說 就較為好一點 所以 可能短期有一點點的反彈 但是如果彈不起 那怎麼辦 那就看著這個21139 國企指數看著這個 最低位8290 跌穿就要舞鞋玩劇走的 大概就是看著那些位置來做人 好了 當然 就算買多是少住的 也不要睡著 因為整個疫情都未過 好 今天分析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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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responsibility 那件事 怎麼現在